在雪山上待了一个星期,他们就离开了,这里实在是太冷了,并不适合长时间待下去。 离开雪山之后,暖暖当然就带着谢景生去拜访其他的朋友了。 首先去拜访的,自然是凯恩,不过运气不好的是,凯恩并不在他的森林公园,他的家族有事情需要去处理,所以去处理公事了。 不过交代了森林公园的员工给他们完全开放,随便他们怎么去玩都行。 进去之后,和以前一样,第一个遇见的,就是那只漂亮的美洲狮凯蒂。 凯蒂原本正在惬意地晒太阳,忽然听到暖暖的声音,几乎是瞬间就抬起了脑袋,然后看见他之后,飞快地跑了过来。 暖暖已经进入了凯蒂所在的区域,美洲狮跑过来的速度以及动作,看着都像是随时准备捕猎的样子。 要不是提前知道暖暖那奇特的体质,谢景生真的就怕自己控制不住去把他给拉出来。 好在凯蒂还是很懂得分寸的,跑到暖暖面前的时候就停下来了,只直立起来两只前爪搭在了他肩膀上,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毛茸茸的脑袋一个劲儿地在他脖子,上蹭来蹭去的。 暖暖抱着凯蒂笑声可开心了。 谢景生 虽然看了不止一次,但还是感觉很生气。 暖暖照就,把谢景生介绍给了自己认识的每一只动物朋友,也不管他们能不能听懂,总之,态度很认真就是了。 同样的,他也会把自己的动物朋友们介绍给谢景生。 少年这段时间,跟着他,真的是长了不少见识,不仅和野生猛虎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还亲眼看见了雪狼捕猎分食猎物的场景,而且还抱到了胖嘟嘟的雪狼幼崽。 现在又是一只漂亮的美洲狮,暖暖还拉着他的手,在美洲狮身上摸了摸。 这是多少喜欢大型猛兽之人,毕生的梦想。 狮子的毛都是比较浅的,谢景生把手放上去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炙热的皮肤,以及手掌下存在感很明显的肌肉。 这就是野性美,只存在于这些食肉猛兽中的美。 之后,暖暖又带他去看了黑豹艾瑞斯。 艾瑞斯在豹子中也是长得特别帅的,不管是样子还是体型。 用人的话来说,豹子脸眉青木秀的。 而且,他还很不矜持地主动躺倒在暖暖脚边,主动求摸摸抱抱。 但是对其他人都高冷得一逼。 可以说双标得明明白白。 过安都不能摸一下,只能干看着过瘾。 和艾瑞斯玩了一会之后,他们又去了之前奥地斯占据的那个山洞中,现在这里已经成为艾瑞斯的地盘了。 山洞背后的山谷还是那样美,像是一下子跨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中一般。 谢景生也被这里的风景吸引了,拿出照相机拍了很多的照片。 每一张照片中,他都无意识地追随着那如画精灵一般好看的身影。 穿着白色裙子的暖暖,披散着墨黑的长发,皮肤雪白,头发间插着几朵花,他置身花丛中美,竟然显得比花还要娇艳许多。 而且,他身边跟着一只守护兽一般的黑豹,好似完美地融合到了自然中。 谢景生感觉自己拍的照片,每一张都像是被画师精心画出来的油画一般美得令人心动。 在拍什么呢? 顾安凑过来,声音悠悠。 谢景生只愣了两秒,心里起得那点不知名的涟漪很快消散。 快得! 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暖暖和艾瑞丝,极致的白与黑,很好看,他淡定地评价着照片。 顾安看了一眼,就骄傲地跟孔雀开平似的。 那可不,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妹妹,我妹妹站在这里那可是连花都比不过的。 真的是炫耀上瘾了。 顾安卧槽兄弟,你这拍照技术可以啊,照片待会传我一份。 他要发到群里去炫耀。 哥哥,景生。 听到暖暖呼唤的声音,两个少年同时抬头看过去。 只见站在一处山崖边上的少女兴奋地冲着两人招手。 这边来,快到这边来。 他脸上带着兴奋,有什么想要和他们分享的心思,全写在脸上了,完全藏不住。 两人都走了过去,然后暖暖嘘了一声你们声音小一点,别吵着他们了。 顺着暖暖手指折的地方看过去。 谢景生。 这是,蜜蜂。 不怪他觉得震惊,他属实是不知道蜜蜂能长这么大一个,还这么胖的。 看来这山谷里的伙食有点好得过分了。 谢景生。 看他们飞着的样子都担心他们的翅膀会不会支撑不住身体掉下去。 哥哥,我要你们带的糖果和瓶子呢? 谢景生拿出了一个玻璃瓶装着的糖果,里面圆滚滚五颜六色的糖,特别好看,特别是装在玻璃瓶中,阳光下折射出绚烂的光芒。 顾安也拿出了一个大瓶子。 来,今天把这个瓶子干满。 语气那叫一个斗志昂扬。 连谢景生都多看了他一眼。 暖暖一个白眼甩过去能得到一片蜜蜂就不错了。 看暖暖抱着糖果凑近那些蜜蜂,谢景生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手腕。 少年敏唇,漆黑冷清的毛子里带着担忧,危险。 虽然知道暖暖很受动物青睐,但那是蜜蜂。 暖暖眼眸弯弯,看起来可软甜不用担心的景生。 我之前也在这里取过蜂蜜。 顾安嘿嘿笑了一声你就别担心了,我妹妹和蜂王是好朋友。 谢景生虽然放开了手,但也因为不放心一直跟在暖暖身边。 身体紧绷着,直到亲眼看见暖暖用糖果交换了蜜蜂们的一大片蜂巢。 谢景生目着一张脸,对离谱的事情又多了一个认知。 三人开开心心的把蜂蜜拿到边上装瓶,他们带来的瓶子是那种大口子大肚子的,直接把蜜巢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进去,等回家之后再慢慢挤出蜂蜜就行了。 就是弄完之后,感觉自己手上黏乎乎的。 暖暖掰了些给旁边的艾瑞斯吃,还给乐乐也吃了些,然后才去把手洗干净了。 在凯恩叔叔家住了两天,他们这次真的回家了。 并且在回家的途中转到去了趟云南,把小五小六还有他们的媳妇给接回家了。 至于他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能够在森林里自由生活,并且还学会飞行之后父母就彻底放手了。 暖暖也和保护区那边商量好,以后小五小六再有其他孩子,等学会了飞行之后就送回那边去。 暖暖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痛快,因为他怕以后孔雀多了家里乱糟糟的,而且那边的环境更适合孔雀生活。 自己家? 李扬两对就好了。 这下小动物们又聚齐了,暖暖脸上的笑容灿烂的几乎可以和阳光比肩。 开学季来临,暖暖背上书包又回到学校,穿着校服的学子们个个都青春活力,一身肌肤雪白的他依旧是人群中最显眼的存在。 才没走多久,那些认识他的,一个个都上来打招呼,暖暖眼眸弯弯,带着好脾气的温和笑容,给每个打招呼的人都露出微笑。 这么温柔漂亮的小姑娘,就问谁不喜欢呢? 现在在顾安的带领下,不仅班上的男生们,就连女生都特别排斥别的班级,给暖暖递情书,还打扰他学习了。 因此,每次有人来找暖暖班上的同学,帮忙把情书交给顾暖暖同学的时候,那同学就会冷哼一声。 同学你作业太少了是吧? 小小年纪一天天的,都在想些啥呢? 还情书,我们班的学生,看起来是想早恋的样子吗? 不包? 外班来的学生,顿时傻眼了,不是,只是帮。 一个小忙而已,我请你吃东西啊。 帮什么忙啊? 背后传来阴森森的声音,那男同学还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地接话。 帮我给顾暖暖同学递情书。 话刚说完他,就被扯出去了,那男同学正想发火,扭头看见是谁之后,顿时就耸了。 原因无他,顾暖暖同学的妹妹,不仅是个护媚狂魔,还是学校的小霸王。 虽然他一般欺负的,都是那些偷偷给顾暖暖同学递情书的,但现在,他就是其中一人。 顾暗滚! 别让我在七班看到你! 那男生麻溜地滚了,该死今天真是倒霉透了,情书不仅没有递出去,还被顾暖暖同学的哥哥给抓住了。 此时正在认真刷题的暖暖,还不知道这发生的一切呢,因为他在教室的最里面,靠窗那一排,教室门口的对话他,没有听见,并且他认真起来,注意力很集中的。 等顾暗坐回自己的位置上,看着妹妹手里已经刷了一半的练习题,只觉得 牙酸! 那么厚的一本习题册,他妹妹究竟是怎么对这些东西爱得如此深沉的呀? 暖暖把不会的都整理起来,然后扭头和哥哥说 哥放学后,你先回去吧! 顾暗,你干嘛? 暖暖扬了扬手里的习题册,我去找景生帮忙解题,已经和他说好了, 写完后,他送我回去就行了 顾暗心里酸溜溜的去哪里写呀? 暖暖扬起笑容去学校外面的图书馆呀 顾暗想到自己答应了要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体育馆打篮球来着 那行,我和他们去打篮球,本来想叫你一起的来着 那你去找谢景生吧,记得早点回家啊 对谢景生他还是比较放心的,而且他实在是不想去图书馆 暖暖点头答应,放学之后,第一时间就收拾好自己的书包和哥哥以及同学们告别了 霍长风看着暖暖离开的背影顿了顿 暖暖不和我们一起去 固安他要去图书馆问 谢景生问题 霍长风捏了捏手指,闷闷地呕了一声 而此时走到学校外面的暖暖已经发现了站在学校门口的少年 他穿着高中生的蓝白校服,即使是简单的校服,却也被他穿得更好看 学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学生,特别是女孩子,都脸红扑扑的,眼神亮晶晶地偷偷看他 仅仅只是单纯地站在那里 少年也像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一般,清俊干净 气质带着些疏离的清冷 以至于就算是胆大的女孩子也不敢上前去打招呼 暖暖在看见少年的瞬间眼睛就亮了起来,跑过去抱住他的胳膊 景生呀,你这么早就下课了 谢景生垂眸,那双清冷的眼眸渐渐染上了笑意 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很是自然地把他的书包拿到自己手中 不早了,走吧 好 暖暖乖巧地走在他身边,两人旁若无人地说着话 样貌出众的两人,看起来和谐而美好 图书馆内一直都是比较安静的地方 有在这里做作业的,也有在这里来看书的 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有 暖暖和谢景生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就把书包放到一边,拿出课本和作业 两人坐在同一排,一个认真的,教一个认真的听 等暖暖懂了之后做自己的 谢景生也拿出了自己的课本,开始认真的看了起来 不知不觉,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等家里爸爸的电话打来的时候 他才恍然发现,竟然已经快到八点了 嗯嗯,我和景生在图书馆写作业呢 我马上就回去了 顾爸爸打电话来,倒不是催他回去 主要是问问他在哪里 回家的时候需不需要家里的司机去接人 挂断电话之后,暖暖收拾好书包 景生我爸爸来接我了 我们一起回去吧,先送你回家 谢景生看了眼时间,其实他走回去也行 但是看了看身边的小少女,他还是点头了 两家的关系现在还不错 特别是他的妈妈,俨然和暖暖的妈妈成为了好闺蜜了 他也拿暖暖当自己亲妹妹对待 倒也没必要不好意思 离开图书馆,谢景生给暖暖买了杯奶茶 外面却忽然下起了雨 他们两个只能站在屋檐下眼巴巴地看着外面的雨 还好没走路回家 暖暖叼着吸管嘟闹 谢景生 他是有那个打算来着 也没等太久 顾爸爸的车到了 司机打着闪来,把两人都接上了车 爸爸,我们先送景生回去啊 到车上后 暖暖就眼眸弯弯地抱着自己爸爸的胳膊 声音软糯像是在撒娇一般 顾叔叔 坐在副驾驶上的谢景生很有礼貌地打招呼 顾林默柔柔女儿的脑袋点头 眼里带着笑意 暖暖的学习,麻烦你了 谢景生没有 暖暖很聪明,我一说就会了 他说的是实话 即便有不懂的地方 谢景生教一遍暖暖,基本就会了 而且,以后还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教暖暖花费不了多少时间 而且还特别有成就感 顾爸爸文言,笑容更大了 毕竟谁不喜欢别人夸自己的宝贝女儿呢 把人送到谢家 顺便还去做了会客 顾林默和谢景生的爸爸 两人都是大公司的总裁 虽然领域不同 但是却也有不少共同话题 就是画风有些过于严肃了 谢景生安静地在旁边听着他们谈话 暖暖则和自己的师姐去看刺绣了 两个女生明显对那些漂亮的刺绣和衣服更加感兴趣 离开的时候 苏清染对暖暖万般不舍 要是暖暖是咱们家的就好了 看着顾家的车开走 苏清染感叹了这么一句 谢景生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他倒是也希望暖暖是他亲生妹妹呢 每天上学放学 时间不知不觉就这么过去了 因为高二的学习任务越来越严重了 暖暖都不敢轻易地去找谢景生给自己讲题了 更多的时候都是在老师还在的时候 就把自己不会的问题都解决了 谢景生马上要升高三 暖暖和顾安也马上出三 这回他不仅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中 连带着也没落下自己的哥哥 每次做作业都要带着他一起 即便再怎么累 顾安也一边哀嚎着 一边认真刷题 暖暖哥哥加油 上高中 我们争取还在同一个班 顾安欲哭无泪 让他学习理科这些还行 但是文科的那些 真的是要命 而且 高中想要凭自己本事 和妹妹分到一半 估计很难 临程一中 每年考进去的学生都很多 学霸跟不要钱是得多 就他妹妹这成绩 到时候上高中了 肯定是要进尖子班的 那样的班级 几乎除了学习就是学习 考不好还容易被踢出去 顾安深知 自己那偏科严重的成绩 就算进了尖子班 也很可能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 所以还是摆烂吧 他还是学自己能懂的 更多的精力花在电脑上 他不香吗 暖暖看哥哥 大多数时候 都在摆弄电脑也不失望 反正只要把作业做完就行 秋夜落下 冬季渐渐来临 又一年过去 暖暖在寒假的时候 去几十渊老师那边 又去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古琴 并且还抽空参加了几场考试和比赛 渐渐地在古琴圈子里 打开了名声 同时声名确起的 还有难攻晕染 他比暖暖更专注于古琴 早在暖暖参加比赛之前 就已经参加了几场比赛了 寒假过后 再次开学暖暖 已经是初二的下半学期了 初中的学生还好 最忙的是高中生 也是知道谢景生忙 暖暖都没怎么去打扰过他 不过 偶尔还是会在手机上联系的 这天 暖暖正坐在家里的吊栏中 绣一个香囊 放在旁边的手机 忽然震动了起来 他拿过来一看 是景生的信息 景生后天出去玩 后天是谢景生的生日 暖暖现在坐的香囊 就是给他坐的 一个帮助睡眠的香囊 现在景生的学习压力 肯定很大 他就想着 做个住眠的香囊 能让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得更好些 暖暖 要去哪里呀 谢景生 我爸的一个私人小岛 暖暖眼睛都亮了 那我可以带着乐乐眉球 还有小七他们吗 谢景生 可以 叫你哥 还有霍长风也来 暖暖拿着手机打字 两人在上面聊了好一会儿才放下 谢家 苏清染 看自己儿子对着手机聊天 时不时还笑了起来 心中越发狐疑 儿子 你是不是交女朋友了 谢景生 没有 妈你别乱想 苏清染不相信 没交女朋友 你聊天聊得这么开心 还聊这么久 以前你和你那几个兄弟聊天 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谢景生无语 直接把手机递给他看 我在和暖暖聊天 你想什么呢 苏清染 原来是暖暖啊 我还以为你交女朋友了呢 白高兴一场 最后的那句话是嘟囔出来的 谢景生假装自己没听见 儿子啊 你爸爸和妈妈 我也不是什么老古板 以后交女朋友了 就带回来给我们看看 谢景生敷衍地应了一句 对他的话不以为意 因为他并没有喜欢的人 也没兴趣去谈恋爱 谢景生的生日 他的爸爸妈妈也没插手 全让小年轻们自己去折腾了 但是要带到岛上去的食物 这些家里的佣人 是提前帮忙准备好的 谢景生没有大半 只请了自己的几个发小 暖暖顾安以及霍长风 暖暖到谢家的时候 场面有点大 车是家常版的豪车 车内安静地趴着乐乐 大黄以及其他的动物们 车顶上站着几只海东青 旧 基本是开到哪里 都特别引人注目 特别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周围车上的人 视线都控制不住地 往车顶上看去 豪车加车顶上的海东青 这是什么豪上加豪 豪无人性的组合 牛逼了 这海东青野生的 还是家养的 快快快 拍照 面对这些人的视线和讨论 小七夫妻两个 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昂首挺胸 一点都不胆怯的 帅得不行 绿灯亮起之后 顾家的车继续行驶 到谢家之后 谢爸爸看着他们车顶上的几只海东青 也是无言了半赏 要把他们也带去 谢景生点头 岛上大 暖暖 带他们一起去玩 车门打开之后 率先出来的不是人 而是很大只的乐乐 乐乐后面 紧跟着出来了好多小动物 猫猫狗狗 以及漂亮的孔雀优雅的天鹅 这场面也是相当壮观了 顾爸爸跟着一起来孩子们的 此刻笑咪咪的和谢爸爸打招呼 见笑了 家里的这些动物都太喜欢我家暖暖了 不过也不用担心 这些家伙都被我女儿教得很好 你看他们现在是不是很乖 就在暖暖身边 绝对不会乱跑 我派了直升飞机来专门运送他们 不会太麻烦 好在家里只养了这些 要是在家上野外的 那还真运送不了 哎 我女儿太招动物 喜欢了 我们也没办法 谢爸爸 你要是把脸上的笑容收一收 我还勉强相信你是真的在发愁 而不是在炫耀女儿 不过暖暖这能力 也是真的很神奇就是了 不麻烦 谢爸爸勉强控制住了脸上的表情道 暖暖跑过来 挨个叫了人 然后就指挥着动物们去飞机上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你们去那架飞机上 大毛二毛三毛也上去 小五小六 你们带着媳妇去第二架飞机上 没求大黄跟着 乐乐和我一架飞机 紧生小七 他们一家就交给你了 暖暖把所有小动物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谢爸爸就亲眼看着那些动物 真的按照暖暖的指挥很有顺序的上飞机了 他愣了下他们 能听懂话 顾爸爸昂首挺胸 表情有些过于骄傲了 和暖暖相处久了 能听懂他的意思 谢景生的小伙伴们 也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神奇的一幕 直接对暖暖竖起了大拇指 牛啊 这一手驯兽的能力 喊一声大佬都不亏 所以他们应该 Henderson 先提议工処oop Cotton 的 顺序 暖 línea 确